哈囉大家好 我是資訊宣言 歡迎收看這集的美麗實驗室 大家應該都有跟我一樣的困擾吧 就是頭髮分岔超多的 不管怎麼保養 還是好多分岔 所以這集美麗實驗室 就來教大家 在家裡自己剪分岔的小方法 第一種也是最簡單的就是 把頭髮拉平 剪我們踏出來的那些 不乖的頭髮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第二招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第二招 旋轉頭髮時它會剃出來這些 一樣我們就是把它剪掉 OK 那剛剛介紹的這兩個方式 都是比較適合長頭髮的那短頭髮女生 如果要這樣子捲或這樣拉 不然你就看不到自己的分岔在哪裡 沒關係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台可以 自動幫你剪分岔的機器 叫做自動剪分岔機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試用看看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自動剪分岔神器 這好酷喔 它這有點像電棒有沒有就是兩塊 然後頭髮放在這邊可以夾住 它不會讓你剪完分岔的滿地都是 滿桌都是頭髮 它倒片在這裡面 然後我們剪完的分岔啊 那一些小小的那種不好清理的 都集中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只要把這邊倒掉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還沒有試用過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試試看吧 我要壓囉 唉唷 不好意思 手掙起來 喔 發現了要慢慢的 欸 如何如何 欸 看裡面有我的那個分岔頭髮 看一下 好像真的有變順欸 OK 那我使用完之後真的有變比較順 而且剛開始我這樣子看的話 就有白白的一條一條 那用這個試玩的時候 就沒有了 那還有一個小技巧是我剛用下來 我覺得呢 要小搓小搓的頭髮去使用 在往下拉的時候是要慢一點的 這樣的話分岔會剪的比較細 也比較多分岔會被剪掉 OK 那我自己用實在是太沒說服力了 所以我立馬直接在3D開了一間理髮院 那第一個客人就是我們的仙女姐姐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我覺得幫人家用比較好用 自己用比較不好用 你摸摸看 摸摸看 喔 有沒有變順了 這一定是因為操作的人的技術太好了 真的有變量 有啊 所以這一台是成功的 OK 那我們理髮店的第一位客人 是我們的社群娛樂小便 超可愛的呀 聽說工作人員把你找進來就是 因為你的分岔量很多 會不會剪一剪然後就沒 欸欸欸欸欸欸 讓我先轉 欸不要不要 相信我的技術好不好 相信我的技術 好 來吧 先摸一下它的觸感 就是 感覺它是黃色的 對 它是黃色的 哇 哇 我覺得我的頭髮開始不見了 有喔有 欸好明顯喔 我覺得比剛剛還要對比可能還要更多喔 真的假的 一戳而已喔 一戳 真的差很多欸 怎麼會這樣子 OK 那我們的第三位客人呢 是一個甜美可愛老友 氣質漂亮的 捲髮女孩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捲髮用起來會怎樣 會變紙嗎 字幕以待囉 有嗎有嗎 我變大波浪嗎 有嗎 為什麼呢 變紙 那就幫你用上面 然後下面不要用 好 好想看喔 這一塊有真的比較亮 有嗎有變比較亮一點 有我覺得有 這邊這邊這個有 這邊有 好酷喔 這一台真的蠻厲害的欸 就是 這真的只是剪分叉 但是我們就有點像是 用梨子夾的概念這樣 往下脫拿的時候 哇 那個光澤會直接出來 那這次的開箱 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還有一些 剪分叉的小技巧交給你們 好那如果希望我們影片 可以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幫我們分享出去 訂閱一下我們女孩要幹嘛的 YouTube頻道喔 謝謝你們 掰掰 我現在要繼續用了 掰